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前面說到了 那個CQD 本身沒什麼含義 SOS給人的印象比較深 因為這個字母 可能排列起來 可能有一些遐想 很多人在猜測 它的含義具體是指什麼 我們比如說UFO 不明飛行物 它是縮寫 那麼SOS的含義 具體是什麼呢 廣告之後 我們接著回來說 電視真正演繹 高清數字電視 高無止境 清澈自清 黑得起 夏天喝冰涼的露露 清新運沸 去煩躁 心情好 野生杏仁 植物蛋白 獨特營養 讓家人更健康 每天要喝露露哦 給健康添活力 秀菜 美女 青梅醋酒 論進天下 劍爾 湯魯漢克斯 薩瑪蘭奇先生 亞當斯密 才子 家人 笑談古今終晚世 就有了 紀雅科衝樂隊哦 靈機一動 拿起畫筆 一下就勾勒出一個可愛的描述 翻越日曆 不亦樂乎 好 廣告回來 我們要跟大家說說 這個SOS 到底是什麼意思 其實有一種說法是 Save our ship 救救我們的船 對 它把這個縮寫的頭一個字母啊 把它弄出來 Save our ship 很容易記 但也有說是Save our sailors 救救我們吧 還有一種叫 Stop other sickness 停止一切其他的信號 對嘛 求救了 這個時候救命最要緊 其他的信號不要管 不能再聽了 但我自己在想 我也是瞎編呢 我在想SOS可能 著急的時候可能什麼都想不到 嗯 它可能說到的就是 Save Oh God Save 就是救救啊 上帝救一下 天啊 趕快救命啊 它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說來說去 還是要看一下這個圖表 實際上 它跟CQD是一樣的 它沒有任何其他的含義 只是它比較好辨認 而且一目了然 直到現在沒有任何一個人 說它有什麼含義 所以就一直用下來了 嗯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SOS 都在國際上有哪些作用 同時我覺得它在各個國家 被停用的時間也是不一樣的啊 它在100年的過程當中 在上萬起的災難里 可以說是幫助了無數的人 獲得了重生啊 應該說是救了很多人 但是呢 隨著這個通信技術的不斷發展 人們已經感覺到 用電報機來求救很落伍了 對 現在我們有更先進的手段了 有衛星 對 衛星你不用發求救信 它能一看就是讓你著火了 衛星定位 我上次听一出租車司機朋友說啊 就是在現在搶劫出租車 很厲害的時候 他們開到一個地方 如果發現不對 在方向盤的左下手 有一個按鈕 按鈕五秒鐘之後 馬上就可以判定 你在哪個方位 這個懸殊不會超過兩米 哦 現在我們看車上很多那個 全球定位系統 就是電子地圖啊 也估計也是跟衛星有關 是 很方便 所以呢 在法國1997年就開始停用SOS了 1997年當法國海軍 停用這個標誌的時候 發出的最後一條消息是 所有人注意 這是我們在永遠沉寂之前的 最後一聲呐喊 我發現法國人特别浪漫 浪漫像詩歌一樣寫起來 就即便是這樣一個公式化的東西 它也是弄成一個詩一樣的語言 英國也很有意思 英國是1998年的1月1號 開始停止使用SOS求救信號 但是巧合的是 在97年的最後一天 12月31號 英國海岸救助總隊的 無線電監聽站呢 收到了一個SOS的求救信號 當時他們就懷疑 說明天就停用了 今天很有可能是別人 跟我們開一個玩笑 發過來試試看的 實際上呢 其實這是一艘從加拿大 前往英國利物浦的貨輪 船上一共有26位船員 這艘船遇到了風暴 船上的發動機 停止了所有的運行 這時候萬般無奈之下 發出了SOS信號 好在啊 這個英國的海岸救助總隊 只是懷疑 腦子想了一下 有可能是玩笑 但是他們還是很認真的 畢竟是到第二天才停止使用 所以這一次又發揮了 很大的功效 又救了整個船上的人 我在想啊 SOS已經成為了一個 當一個人需要求救的時候 馬上就能想到的一個 象征性的符號 你看電影裡面或者電視裡面 經常看到 比如說有人流落到荒島 沒有人能夠去救他們 怎麼辦呢 把樹枝啊柴火堆起來 做成SOS形 燒著火 有很多這樣的場景 其實現在我看一下啊 我們這個資料上也介紹了 有很多在野外求救的方法 比如說最簡單的 咱們拿手機 打電話 或者找一個最近的 其實我們在高速公路上 會看到很多這樣的電話 就是應急的電話 你馬上可以播這個求救電話 還有一種就是像你說的 這個點火 其實點火也有很多種 你必須依據這個周圍的環境 比如說有時候這個 可能背景顏色比較深的時候 你就要讓這個火 升起的是白煙 背景顏色比較淡 你讓它升起的是黑煙 有幾個簡單的方法 在火上加一些綠色的樹葉 蘑菇 苔藓 澆一點水 那麼冒出的煙是白色的 如果你往火裡加一些橡膠 浸過油的碎布 塑料 還有化工 石油等產品 那冒出的煙肯定是黑的了 不充分燃燒 還有手電筒你知道嗎 家裡的唯一一樣 這個家用電器 把它拿出來 很重要的時候 也能拍上用場 記住了是三短 三長 三短 其實跟這個 就是SOS 對 跟它的這個原理是一樣的 很快的打三下 然後慢慢的三下 再快三下 那麼現在電視機前的觀眾 零里之間如果遇到什麼問題 就用這種方法來做 大家都知道什麼意思了 對 比如說在有的時候 你找不到這個火源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用樹枝 或者是木頭 或者是這個石頭 擺出這個SOS的形狀 都可以讓別人快速的發現 你知道你已經遇難 不是已經遇難 遇到了危險 對 已經遇難了 再不來救我就要遇難了 遇難就是沒法擺了 對 對 對 好了 今天教了大家很多常識 其實我們希望這種常識 儘量在我們生活中不要用到 因為如果用到 確實有一些危險了 但是我覺得作為這個 必要的一些求生手段 咱們還是得學習的了 得了解一下 好了 接下來進入是 我們的莉莉在目 莉莉在目 今天我們又要跟大家說大熊貓了 看一下 在2005年的8月11日 在四川臥龍大熊貓保護區呢 大熊貓喜妹產下了雙胞胎 大家看到這個 這隻熊貓就叫喜妹 好喜氣的名字 它正在低頭凝望的是 它剛剛出生的第一個小寶寶 這個大熊貓生下的小寶寶 一般生出來之後 只有這個大熊貓 媽媽體重的千分之一 這明明看上去像個小耗子 對 像個紅色的 而且你發現沒有 這大熊貓生出來之後 它的小寶寶都有一條小尾巴 其實好多這個動物都有 脊椎動物在胚胎的時候都有 人也有嗎 包括恩太 你在媽媽肚子裡的時候 是有尾巴的 但是周群是沒有尾巴的 沒有 我們都有尾巴 但是長出來之後 這尾巴就沒有了 生出來之後就 它也一樣 慢慢長大之後 這尾巴就消失了 熊貓一般都生雙胞胎 但是因為熊貓在野外生存的時候 非常擔心弱肉強食 一般都會把體弱的那一隻 給遺棄掉 它才不是擔心弱肉強食呢 它自己就在弱肉強食 你看逝者生存 它遺棄虛弱的那一隻 但是現在 由於是人工繁殖大熊貓比較多 所以基本上都願意 把它都保存下來 原來已露在野外 那就死掉了 現在呢 我們的工作人員會把它 都好好的保護起來 現在放在這個溫室裡的 這個暖箱裡的 就是它的老二 就是它準備扔掉的那一個 這個體妹是 是這樣一回事 它生下老二 它自己不知道 掉在地上 它也不知道自己生下第二個 不不不 它知道自己生下來 只是它抱的時候 因為它那體積太小 它抱的途中 孩子掉下去了 他不知道 但是工作人員很著急 怕這個第二個寶寶 會出現什麼意外 就趕緊把它拿起來 放在暖棚裡面 對 這個大家看到 工作人員很細心的在照顧 其實也就手掌 這麼大的一個大熊貓 說實話 你要讓我告訴別人 這隻大熊貓 我自個兒都不相信 這個工作人員 簡直就把這個小熊貓 當作一個寶 放在手裡怕摔了 放在嘴裡怕化了 放在溫室裡 放在南鄉裡 是最牢靠的事 對 其實大熊貓挺計劃生育的 它一般都只要一個 但是我覺得這種方式 挺残忍的 把孩子就是 刺激青生的孩子 直接就給遗弃了 好在現在 我們都人工繁殖了 不用擔心了 我們也希望 兩隻可愛的熊貓寶寶 茁壯成長 好了 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就結束了 再次感謝各位的收看 再見